惡火衝天猛烈竄燒 鹿角爵溫室公寮陷入一團火海 滿圓鹿角爵被燒到所剩無幾 部分慘變黑炭或枕珠塌卵 就連掛在外牆上的 也被燻黑蒙上厚厚一層灰 即便火勢很快在十分鐘內撲滅 但多數鹿角爵已經救不回 原主是名年輕人他就讀本科系畢業 看準近幾年掀起 直在鹿角爵的熱潮 因此和朋友合夥共同打造溫室 栽種鹿角爵即龜被鈺 再轉賣給原藝店 大火過後最貴的這一株 已看不出原貌 最貴的 大概多少錢 比較貴的這個吧 白龜 短金的白龜 這個也有三四千塊 鹿角爵生長速度緩慢 從幼苗培育長至半成株 至少要花一到三年時間 普遍的就要破千元 成株價格更是水漲船高 原主無奈望著滿圓殘骸 還沒進帳 先損失一筆 還得抓緊時間收拾 重新振作 三連新聞許書偉 張華報導